网络红人扣林座今晨18日被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部 涉嫌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-Bag三件有关 警方并其位于中环娱乐行的办公室进行搜查 至中午12许 林座在两名警员押借下步出娱乐行 并登上方思加车 其间大批警员一台走多箱正午 当中扩大跌现金 现场所见 林座有律师陪同 他其后押返中区警署继续接受调查 消息称林座被捕 罪名是涉嫌串谋诈骗 他早前曾在社交平台公表明已经申请成为J-Bag三合伙人 但在香港证监会点指J-Bag三属无牌经营后 他随即与J-Bag三割席 否认是J-Bag三的合伙 并主动到警署就案件提供资料 又声称自己都 失惨重 希望协助该平台其他受害人追逃损失 方至今就J-Bag三共接获于千宗报案及球类 倒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彩内容